从过往今天发现啊 这个男人嘴里所谓的欣赏独立女性 发现大多数他们仅仅是喜欢啊 女人经济独立不用花她的钱而已 真要沟通两性权利的时候 他们巴不得对面的独立女性是个哑巴 或者是个言听计从的奴婢 真正能和女人站在一起的男人呢 是没有的 然后网友不就说了吗 这不就是我前任吗 一个北大的博士要求我独立男女平等 然后要求我不要彩礼 婚后AA制经济AA制 生三个孩子跟他亲 而且呢还不准你提自己生孩子很辛苦 不但不能花他的钱 还要到贴才行 不要彩礼 而且呢还要陪价房子车子 婚后不能问男人一分钱 而还免费生三胎啊 全部跟男性 这才是不物质的独立的好女孩 经济独立 那就是不靠他们 人身独立 就是在他们想玩的时候 不要粘着他们 全都是利好男性的 你如果说敢生 你如果敢说生孩子啊 生孩子苦 那就是生育警告 矫情 卖子宫 肯定想借生孩子 问男人讨钱 认为女人啊 除了生孩子就没有别的价值了 旧时代的大男子主义 已经满足不了新时代的男报了 人家要亲亲抱抱 花里千千 现在的男权啊 比以前的大男子主义还可怕 大男子主义还知道 给工资卡 给养家呢 是吧 现在的男权是什么呢 工资卡凭什么给你 财礼凭什么给 但是孩子必须和我行 家务必须你全包 旧时代的大男子主义 对这个老婆啊 是没有经济方面要求的 不要求老婆赚钱的 不要求老婆 倒贴多少双倍的嫁装什么的 这就是啊 男性 脑子里的独立女性 现在的男人是什么呢 男女平等 凭什么男的要给彩礼 你连嫁妆都没有 你家里就是卖女儿 你不是给我生孩子 你是给自己生 什么跟你性 那不可能 我们老插家的香火 得有人继承 你看看 现在的这个男性 男人眼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不花男人钱还得倒贴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包得了家务 伺候得了公婆 生了孩子 做得了保姆 夸男人 骂女人 肉体是娇滴滴 女人精神是 维护男保的精神男人 他们理解独立女性了 不花他们的钱 不要财力 生孩子自己去生 能自己带娃 最好一切都能 女人自己花钱搞定 不要花他们一分钱 最好还能 给他们花钱 但是呢 孩子要跟他们的信 而且呢 不允许让孩子觉得 你付出更多 得让他们认知啊 妈妈只是照顾自己多 但是呢 父亲为这个家付出一切 父爱如山 男的呢 就属于既要又要还要 独立女性呢 就等于免费保姆 免费的性伴侣 自带工资的代孕 男人嘴里的独立女性呢 就等于女强奴 独立女性 经济独立 不花男人的钱 自己有收入 不要财力 最好有嫁妆 精神独立 独立带孩子 独立做家务 给够男人私人空间 招之寄来 挥之寄去 这就是男性啊 他们欣赏的独立女性 那么我 先 mud瘦 不用了 标准了